字幕視頻 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咪咪cooking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做這個煲仔飯 煲仔飯除了有臘腸之外 這次特別一點 還會用鮮鵝的滋腸 到底鮮鵝的滋腸是什麼味道呢 首先將排骨加入醃料拌勻以及醃30分鐘 之後就可以將米浸30分鐘 記得要將米清洗乾淨才好浸米 甜醬油的方法都很簡單 只要將冰糖加入生抽老抽和水 用中細火將它煮熟 就完成了 在煮飯這個環節 我們首先用中火將水煮滾 水滾之後就可以用筷子略為攪拌 這樣就可以避免這塊黏底 之後就可以加入排骨和辣味 轉用小火煮10至15分鐘 最後就可以加入幾條菜心 一點辣椒和適量的甜醬油 關火後蓋上蓋子焗一焗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提提大家的菜心 記得要預先煮熟 既然可以抗一些方法 在臨庫做自動 monde 通常這鍋熱辣辣又香噴噴的煲仔飯 現在又到了最重要的環節 就是試吃吧 通常煲仔飯不論是臘腸或是滋腸 都是整條放下去煮的 為什麼我會選擇切開一片片和在飯裡面一起煮呢 其實我是想令飯更加吸收辣味的味道 可以令飯更香和更好吃 我用這隻臘腸是比較偏瘦的 它的口感有點像吃牛肉乾或是豬肉乾 至於滋腸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吃鮮鵝乾的滋腸 所以它的味道比平常吃的滋腸更加濃和更加甘香 可能大家會問如果我沒有這些煲仔的話 可不可以用電飯煲或是一些熱鍋的煲來煮飯呢 其實勉強可以做到一個很好吃的辣味飯 但如果要做到煲仔飯當中的飯焦效果呢 就有點難度啦 如果大家想吃到一些比較脆的飯焦的話 其實我建議你用煲仔去做吧 因為這個煲仔不太貴,大概是20多元 今次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在家嘗試做煲仔飯 其實煲仔飯真的不太難做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記得在下面給我一個Like 當然要記得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Bye Bye 還有 72分鐘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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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